你能想象得到吗 都21世纪了中国足球还重男轻女吗 颁奖典礼上 获得亚洲杯冠军的女足四大借空 在世纪赛上全面溃败的男足却是人人得奖 孙文工作处处遭针对 水净侠也是无奈回应国足黑幕 谈及水净侠孙文两人 常看女足的球迷们都不陌生 他们是铿锵玫瑰的代言人 更是中国足球界金国不让须眉的英雄 在球员时代 他们是场上绽放光彩的球星 有着光鲜亮丽的成绩 退役后他们也是从事着心爱的足球事业 一个是足球的教练员 一个是足协的副主席 谈到足协球迷们心中一直没有一个好印象 正所谓专业的事情就要由专业的人来做 而非是外行人领导内行人 很显然身处高位的程序员 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外行人 而孙文的确是很专业 不管是在球员时代 还是在足协踏踏实实的做事 孙文都得到了球迷们的认可 先前在女足主帅的人选决策上 正是因为孙文的坚持 才使得水晶霞能够有机会 拿起中国女足的教鞭 才能够让贾秀全坑害后的中国女足 快速从奥运的低谷中走出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便是让中国女足焕然一新 走出了低谷 夺得全运会的金牌 在水晶霞上任后 他启用了在东京上落选的 唐嘉丽 楼嘉慧 更是重用了王珊珊 王霜等王牌球星 还启用了张灵燕 肖玉毅等小将 水晶霞不水 贾秀全是真假 而正是因为孙文冒着被孤立的风险 历见水晶霞执教中国女足 才能让中国女足时隔16年重回亚洲之巅 兜住了中国足球最后的一块遮羞布 回顾近半年的十二强赛之旅 中国男足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中国女足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不得不说 男足只有一些笑话罢了 缩头乌龟 保护性接应 国足海参 帖子吹发等等还有很多 在试育赛上惨败给越南 被别人连进三球 中国男足成绩这么差 为何不解散呢 每年天文数字的投资 又该如何给球迷们解释呢 管理男足的足鞋高层 又是否该为此付出责任呢 如今球迷们热议足鞋的问题 无非是让孙文顶提陈锈员 担当足鞋一把手的话题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自陈锈员上任以来 中国男足的实力是一退再退 用人方面任人唯亲 中场联赛也是一家独大 花大价钱请来的规划球员 得不到重视 反而连年轻的球员 国足未来的期望 也得不到上场锻炼的机会 而孙文作为拿过世界金球奖 金薛奖 以及足球小姐的球员 他被世人亲切地称为 穿着裙子的罗纳尔多 他更是足鞋里公认的实干家 让他取代陈锈员 担任足鞋主席 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而中国足球 重男轻女也是事实 前不久的中国金球奖 五个奖项 四个都颁给了男足 就连亚洲杯夺冠的水性侠教练 也许是足鞋怕人说闲话 竟莫名其妙地 多出来个特别奖 颁给了水性侠 说好听是特别奖 往不好听说 就是可有可无的安慰奖 获奖后的水性侠 也是用四个字 回应了自己的不满和无奈 一个鞭策 率领女足登顶亚洲的水性侠 竟输给了一帮 不正样的男足主帅 这得是多大的讽刺和笑话呀 不可否认的是 如今的中国男足是黑暗的 如果要从这至暗时刻里 找到一颗萤火虫的话 那么被吴磊莫属 就在昨晚 吴磊是当之无愧的全场最佳 成为了西班牙人全村的希望 替不登场 89分钟禁区暴射绝杀 时隔666天 吴磊再次在西甲的绿衣草地上进球 收获了本赛季西甲连赛的手球 因为他的上次西甲进球 真的太久远了 在昨晚西甲第31轮的比赛里 西班牙人主场迎战塞尔塔球队 这是一场西甲中游球队之间的较量 从实力上来看 双方势均力敌 在上半场过去 双方均为有效的进攻 打破场上破门乏术的僵局 直到下半场66分钟的时间点 西班牙主帅做出了调整 吴磊替补上场 换下了N828 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经是吴磊连续第21次 在西甲替补出场了 然而也正是这次换人 决定了本场比赛的走向 吴磊替补上场 两次涉门均摄政 上场积极跑动的吴磊 没过几分钟 就给对方门枪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第83分钟 小角度打门 尽管被对方扑出 但也是让对手略有顾忌 时间又过去6分钟 西班牙人快速冲击对手防线 达德尔右侧秒传跟进的吴磊 吴磊禁区内暴力抽射 只见球从守门员头顶 破门得分 1比0绝杀了比赛 吴磊用30分的精彩表现 点燃了西班牙人主场球迷的热情 这一球不光对吴磊本身十分的重要 对西班牙人来说也是无比的珍贵 西梅是这样客观评价吴磊的 作为一名前锋 吴磊进球了 他在门前通常不够精准 但是这次他把握住了 吴磊的进球 让西班牙人99%的保级成功了 吴磊是西班牙人的英雄 在这里想说 吴磊又何尝不是中国足球 在至暗时刻里的唯一的一颗萤火虫呢 虽然吴磊这一脚踢飞了不少钱 但是身为中国人都是十分高兴的 这一脚变太久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点赞与支持 我们下期再聊